感受生活 品味文化 这里是文化时分 大家好 我是梁燕 今天的节目里 我将和您一起分享 和感受文化的魅力 首先梳理近期文化热点 3月10号下午 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上 吕一涛委员在发言中指出 讲好中国故事 需要传播平台的 聚合优势 不断加大主流传播引导能力 充分发挥正面宣传 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 我们要把握大势 精准施策 着力提升传播能力 和创作能力 展示真实 立体 全面的 当代中国 讲好中国共产党 治国理政的故事 中国人民奋斗缘闷的故事 展现新时代中国人的 精 气 神 让世界倾听中国 读懂中国 姚爱新委员表示 优秀文化产品 既是文化自信的成果体现 更是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的再体育土壤 用优秀文化产品 提升文化自信 首先要注重对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其次要坚持对改革建设 伟大成就的欧哥 不断丰富现实题材的精品 立作 第三要用优秀文化产品 培养青少年的中国心 深入实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 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日前 在全国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联组会上 国家博物馆馆长王春法介绍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 国内博物馆达5136座 年参观人数约10亿人次 年举办展览2万余个 教育活动20万次 博物馆在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增强文化自信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由于种种原因 博物馆的教化导向作用 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 比如说在展览的结构上 比较偏重古代 那么宣传的革命文化 和当代先进文化的东西比较少 那么显得是后骨薄金 在研究上 各种展览 缺乏着扎实的学术支撑 在传播上 虽然现在信息技术发展很快 但这种耍宝卖萌的 这种东西比较多 在收藏上 大家还是比较讲求功力 作为2019年全国舞台艺术剧目 继优秀民族歌剧展演的作品之一 民族歌剧《松茅岭之恋》 将于14号登陆北京保力剧院 该剧以长征前夕的 《松茅岭战役》为故事背景 讲述客家女子赖阿妹 为等候参加红军的 丈夫林阿根归来 坚守家乡30年 并独自将儿子和红军遗孤 抚养成人的故事 展现出闽西老区人民红旗不倒的精神 3月4号 习近平总书记 在看望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 文化艺术界 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 引起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强烈反响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美术馆馆长乌威山表示 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以精品奉险人民 依托中国美术馆做大众美誉平台 构筑以人为本的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威山 第一时间观看并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 在看望文化艺术界 社会科学界委员时的重要讲话 总书记要求 以文画人 以文乐人 美术馆是一个重要的阵地 所以我们要积极组织好 优秀的经典文艺作品 在这里展示 目前全国各省市都在 兴建美术馆 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现象 那么如何来把这些 公共文化设施运用好 发挥它巨大的效益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培养文化机构的管理者 这就是我们母亲需要做的 也是我这一次体验当中所提到的 今年是吴威山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 第十二个年头 在他履职的这十二年里 吴威山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 讲话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不仅将精品展览 带到老百姓中间 还深入到少数民族村寨 新疆 西藏等地进行采风调研 交出了近三十份提案 最近一年 他走访了全国二十多个省份的城市 对当地美术馆进行调研发现 很多文化馆 大剧院 缺乏专业的文化管理人员 一些地区存在无藏品 无人员 无活动的挂牌馆 空壳馆 为此他在今年的提案中提出 要大力培养基层公共文化管理人才 不要让公共文化设施变成空壳 在南方一个中等城市 他就有十家美术馆 其中有一家美术馆 一天的人数也不过 才有十几个餐馆在 一些更迷老去 国家给他们也不少投资 该的美术馆空空荡荡 其实不是说没有好的作品 也不是说展览管理 这个阴影条件差 而是秋少对美术馆的宣传 所以我觉得要很好地培养 文化极构的 公共文化设施的 这些管理人才 据不完全统计 由文化行政部门 规口管理的美术馆 大约有499家 经普查的藏品达到48万件 但基本运营达到饱和状态的 美术馆只有50%左右 因此 吴威山在提案中建议 各级各类公共文化场所 要合理配比编制 在重点文化机构 开设文化管理人才培训班 在综合性高校 专业院校 开设相应专业 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 培养更多既懂文化艺术 又善文化管理的 综合性新型人才 我们中国美术馆 每天都有 这个许许多多的美术工作者 来餐馆 还有老人 还有儿童 所以它经浮起的 是一个终身教育 所以从全国各个地方来讲 这些公共文化设施 也就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我们中国美术馆 就是在2019年 会办馆长培训班 把全国的美术馆长 集中到中国美术馆来 为了如何来当好美术馆长 这样的主题 来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我们也会把中国美术馆的经典产品 到全国重要的 一些有条件的地方 去进行展示 也就是总书记所讲的 以文化人 以文乐人 12年来 吴威山一直尽心尽力地 履行着一个政协委员的职责 在中国美术馆馆长 这个管理岗位上 他亲自策划举办的 美在新时代 美美与共等典藏活化展览 观展人次均达到14万 观众参观队伍长达几公里 有的做得冷一些 有的在子女的产服之下 在外面猫着 拎下多少肚力 还能啃着面包 在排队 到了馆里面 像徐比红 齐北师 比加速这些人的作品 其名可以讲 你擅长我也擅长 有的拿着手机 两会召开前夕 他还在忙于布置展览 来自全国56个民族的 200多件雕塑作品 首次汇聚北京 向全国人民展现民族大团结盛况 把这个超市里面去 把这个屁楼那边去 可以 建宁市中华人民狗虎狗 成立切射走力 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机器组织好展示好 我们这个时代的精品立作 总华民族 大团结的全国雕塑艺术作品展 就是为时代来唱战歌 为时代来立项的 吴卫山说 作为大众美誉阵地 美术馆展览什么 展览什么主题的作品 都要遵循四个坚持 真正让体现中国精神 代表中国文化高度的 精品立作 为人民所想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获取更多文化资讯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关注文化时分公众号 参与互动 不仅有机会 迎娶演出门票或文创产品 还能参加我们的线下活动 有机会 与您喜爱的艺术家面对面